谢谢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用户十六 谢谢十六送来的鲜花 对来过的我们666扣起来 那么来过的朋友呢 这个塔林这个地方 他是一定会来看一看的啊 因为这个也是景区里边的一个核心的景点 还有一个地方是哪里呢 还有一个地方是少林寺院 寺院的话就是我们少林寺电影的拍摄区景地 距今的话是有1500多年的历史啊 这么多来过的 也有没来过的 没来过的朋友可以在我直播间呢 做一个旅游攻略 等以后呢你有时间有机会的 大家可以来这边呢参观游览啊 然后到时候大家需要旅游攻略啊 或者什么的可以联系主播啊 可以联系主播 主播可以给大家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啊 到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玩 然后怎么看啊 谢谢二哥 谢谢宋来的爱心 谢谢永莲国匹啊 谢谢亮起来的粉丝团灯牌 怎么没人来 有人来 等一会儿咱就看到游客了啊 在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普通塔 那么大家看这里啊 这里有个半截的 就是有一个残塔 有看到的朋友没有 有看到的 我们在公屏上扣个一啊 扣个一 谢谢宋来的小心心 看到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一扣起来啊 一扣起来 这里有一个半截的塔 这个塔的话 不给大家介绍的话 有可能你走到这里 走着就过去了 根本看不到它 那么它呢 其实挺重要的 这是一个普通塔的代表 在塔林里边 普通塔本身就比较少啊 个人塔比较多 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普通塔 这个塔的话 它修建于明朝时期 那么在明朝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咱们国家呢 浙江沿海一带呀 常常受到倭寇的侵扰 那么在明朝的时候 不仅有抗窝英雄 气济光 那么我们少林寺僧人呢 也有参与到抗窝的这些 抗窝的这些事迹当中啊 你就是这座塔 当时的话就是一个 就是皇帝呢 派少林寺的一个武僧 武术武功非常高强 叫做越空 让这个越空呢 前去抗窝 那么越空在前去抗窝的时候呢 就率领了我们三十多名 少林寺的僧人 前去抗窝 那么这三十多名僧人当中呢 有几个十几岁的小僧人 年龄很小 但是呢 他们作战是非常的英勇 到达那里抗窝的时候呢 为了解救被窝寇捉拿的 这些当地的老百姓 三十多个人全部都中了埋伏 全部都中了埋伏 全部都牺牲了 无一幸免 这里边呢 也包括这几个十几岁的小僧人啊 那么在他们圆寂之后呢 就有人把他十几岁的小僧人的骨灰呢 送回到了少林寺 在这个地方呢 为他们修建了一座塔 所以说这里边所葬的是几个 十几岁的小僧人啊 那么很多朋友就是很 就会说呢 刚才不是说只有功德大弟子多 佛法造诣高的人才能进塔林吗 那么这几个小僧人就是 他们是功德无量啊 是几个很小的抗窝英雄 所以说这个塔呢 被取名叫做铜行塔 这个铜的话是儿童的铜 行的话是行走的行 塔的话是塔林的塔啊 那么这个塔 其实当时在修建的时候 它也是别有一番用意的 在塔林里边啊 所有的塔 它的塔门都是朝着西南方向的 那么只有这一座塔 它的塔门是朝着东方的 这个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在给我们后人什么样的警醒呢 就是在告诉我们后人 要勿忘国耻 在东方曾经有某个国家侵略过我们 所以说这个塔呢 它非常重要 也非常特别 是一个普通塔的代表 里边所葬的是几个十几岁的抗窝英雄 也请大家呢 记住他 在我们少林寺的248座塔当中 有这样几个默默无闻的 几个十几岁的小僧人啊 一个普通塔 同行塔 大家可以把这个同行塔的名字 我们打在公屏上 因为今天走过这里 大家有可能就走着就过去了 根本看不到他 他还是一座残塔啊 这个残塔的话是因为后来受 外部环境的一个影响啊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半截的塔 谢谢关注啊 谢谢 同行塔啊 儿童的同行走的行 塔林的塔 大家可以把这个同行塔呢 我们打在公屏上啊 等以后你来了啊 可以往这后边走一走 找一找 看一看他 然后您带的有老人啊 有小孩的 可以给他们讲一讲 这几个抗窝英雄的故事 怎么断了啊 这个是因为后来这些塔的话 他会受到外部环境的一个影响 啊 你包括风时啊 风雨的寝食 对他都会造成影响啊 风乎石榴 同行塔 对 同行的塔啊 儿童的同 行走的行 塔林的塔啊 同行塔 这有崔哥送来的玫瑰花 谢谢 4.4啊 咱们把我们的点赞 咱们充值到 谢谢玉琪 谢谢哥哥送来的这个 欢乐盲盒啊 谢谢 咱们把咱们的点赞呢 我们充斥一下这个 八万的点赞量啊 没见大功夫 因为主播不会功夫呀 主播不会功夫啊 是不会功夫的功夫小妹 不过没关系 大家关注我 随后也会带大家去我们景区里边的这个武术馆那里啊 每天都有武术表演 带大家呢 有机会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少林武术啊 里边的话是有少林象形拳 少林十八班兵器 还有少林硬气功 通通都有展示 这是哪里的少林寺 这里是河南登峰的松山少林寺风景区啊 河南登峰的松山少林寺风景区 那么接下来的话 请大家帮主播个忙啊 咱们给榜一啊 这个崔哥 榜一 崔哥 咱们大家给点点关注啊 对于大家来说 这个关注呢 是免费的 不用大家花米的啊 不用大家花米 他们这么支持小妹 大家呢 帮小妹呢 谢一下他们啊 我们榜一 崔哥 然后还我们榜二的 二哥 还有榜三的 玉琪琳哥哥啊 咱们大家呢 给关注走一波 在这能看到 说一佛吗 在这的话 我们能看到一个 说一佛的头 能看到说一佛头 要看到说一佛全貌的话 我们需要去 达摩洞的上方 去顶端啊 看他的一个全貌 谢我 玉琪琳哥哥的玫瑰花啊 榜一 榜二 榜三 咱们大家给点点关注 啊 这个对大家来说 是免费的 但是对小妹来说 很重要啊 小妹今天的工资 就有他们发放了 所以感谢大家啊 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啊 那么我们继续啊 接下来我们看这里啊 看这里 因为只不过 也是要生活 要生存的人 所以大家帮个忙啊 帮个忙 榜一榜二榜三 在我们上边坐着的朋友啊 榜一榜二榜三 我们大家给点一点 可以互相的认识一下 其实大家想 抖音平台挺神奇的 就让我们不出家门 既能看美景 听故事 还能交朋友 是不是特别的神奇 这里看啊 这里的话 有一座塔呢 他被这样子的保护起来了 有脚手架上边的话 并且为他专门搭了一个棚 有人会说 这个塔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被如此的照顾着呢 这个是因为这个塔 它就是整个塔林里边 最古老的一座塔 修建于唐真元七年 那么距今的话 是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塔的主人呢 叫做法丸禅师 法丸禅师呢 他俗姓是姓张 然后后来呢 在自己18岁的时候 出家为僧 就是来到少林寺 做了一个出家人 那么在后来呢 他又去到了洛阳的静爱寺 在那里成为了一名德道高僧啊 后来又在这个地方元祭 在洛阳元祭 元祭之后呢 他的弟子们 并没有在静爱寺那里 为他修塔 而是把他的骨灰呢 送回到了离洛阳不远的 松山的少林寺的塔林里边 在这里为他修建了一座塔 所以这个塔呢 叫做法丸禅师塔啊 这个塔他也是一个唐塔的代表 唐朝时期我们都知道 他追求建筑物的雄伟啊 高大 并且是以丰满圆润为美 你像这座塔 其实他也有体现 这个塔告诉大家 他的层数是只有一层啊 只有一层的塔 但是他的高度有多少 高度足足有八米啊 并且他的这个顶端 是一个很精致的塔叉 这也是他圆润的一个体现的部分 你包括在河南的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里边有造像是分为两种 一种是北魏时期的 就是啊 曹一带水 以寿为美 那么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唐朝时期的 以高大雄伟为美 然后以丰满圆润为美啊 那么这个唐塔的话 他也是啊一个 嗯 也是体现了当时的这种建筑风格啊 这是一个亭格式塔 就是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 特别像一个亭子啊 亭格式塔 只有一层 高度在八米啊 整个塔林里边最古老的一座塔 谢谢玉琪林哥哥啊 谢谢送来的欢乐盲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给绑上家人啊 主播手指的这个地方 哎 我手在哪 在这 绑一绑二绑三 咱们大家点点关注啊 我们继续往前边走 接下来会给大家介绍几个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个人塔啊 也谢谢大家对小妹的关注啊 我们点赞不要停 好不好 咱们充斥一下这个 八万的点赞量 充斥一下八万的点赞量 谢谢永恒的理想啊 谢谢亮起的粉丝团灯牌 谢谢妖孽人生 谢谢粉丝团灯牌 谢谢 继续往前面走啊 带大家去看几个非常重要的个人塔 谢谢中国龙的点赞 谢谢 就是咱们直播间 如果有八几年 九几年来的朋友呢 他们会发现呢 这个塔林当时是可以进去的 就是可以走到这个塔林里边的 但是现在来的朋友会发现 他用这种栏杆坝 他给围起来了 有好多朋友会说 为啥要围起来呢 这个其实也是为了保护这些塔啊 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呢 也能看到如此壮观的 少林斯塔林 所做的一种保护方式 因为还是有一些游客 不是特别自觉啊 他在进来之后 他攀爬 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呢 会在上边乱涂乱画 冷吗 冷 今天零下 今天零下一度吧 零下一度到几度 这个山里边 会比市区里边的温度 还要低一点啊 还要低一点 看这里啊 这个就是为啥要围起来的原因 有一部分游客 不是特别自觉啊 在这上面乱涂乱画 有的甚至写上自己的名字啊 这些塔刚才给大家讲了 从唐宋元明清保存到见天 也是实属不易啊 所以后来就为了保护 在外边啊 用这个栏杆 把它给围了起来啊 没看到我啊 等一会儿会给大家见面啊 咱们互相的认识一下 会给大家见面的 也谢谢大家的关注 有没有需要录屏的朋友 有需要录屏的朋友 我们扣个一啊 我接下来先找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 大家可以录个屏 一个塔下面一个方丈啊 他也不是说一个塔下方 一个方丈 是一个塔下方 一个僧人 就是有个人塔 是一塔一僧 还有一种的话是一塔多僧 那么方丈的话 他是会在塔林里边的 因为方丈都是功德高 弟子多 佛法造语高的这些僧人 才会辛苦了 也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 但是有一些得道高僧 也是会在塔林里边修塔的 那么既然是为僧人所修建的木塔 那么僧人的骨灰 他是会放在哪个地方呢 放在塔的哪个位置呢 是顶端吗 是中间吗 还是下方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塔的结构啊 小妹王宝强在今天拱一卤庄啊 卤庄拍电影 离我这里六公里 是吧 谢谢啊 谢谢玉琦琳哥哥送来的欢乐盲盒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塔的结构吧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塔都特别想了解一下啊 那么还有就是 这个僧人的骨灰会放在哪里呢 就是每一个塔的下方啊 塔是用青砖制的 是石头砌的 有青砖制的 你看这种是青石所雕刻的啊 这种是青石所雕刻的 这种就是砖砌的 在塔林里边砖砌的塔比较多啊 那么青石雕刻的塔相对会比较少一点 那么僧人的骨灰 它是放在哪里的 每个塔的下方 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啊 那么这个看不到的地方呢 我们称它为地宫 一个塔下方都有一个地宫 那么这个地宫呢 它是干什么的呢 它就是安放佛谷之所 但是说到地宫 有很多朋友会问说 小妹啊 这地宫里边有没有金银珠宝呀 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很大的地方啊 告诉大家不大啊 并且没有金银珠宝 为啥呢 因为这里边它是出家之人 为出家人所修建的地宫 它不像是皇室成员 为自己所修建的这个地宫 非常豪华 有很多的金银珠宝啊 出家人 它的这个地宫非常小 就在一个塔下方啊 很小的地方 能放上它的骨灰 还有它生前所留下来的一些遗物 就足够可以了 这个就是地宫 安放佛谷之所 那么我们继续往上面看 紧挨着地面的这一节 我们叫它塔基 这个塔基的话 就是塔的一个基台 塔的一个基台 那么往上面看 这个中间的部分 我们称它为塔身 那么在每个塔身的上方 我们都能看到一个青石块 大家有没有看到 每个塔都有 有个青石块 看到的朋友 我们在公屏上扣个一 扣个一 每个塔上方都有 你看这个塔也有 这个塔也有 这个塔也有 那么这个青石块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很重要 它的话相当于 这个塔的主人的一张身份证 对它生平的一个介绍 我们称它为塔厄 就是它是少林寺的第几代 然后它的法名 它生平的一些简单的事迹 都会在这个塔厄上方出现 这个也是为什么到今天 我们依然能够知道 这个塔它的主人是谁的 一个很重要的凭证 那么继续往上面看 木志明 对 也可以说是木志明 相当于木志明 谢谢关注 这个就是为什么到今天 我们依然能够知道 这个塔的主人是谁 这个塔的主人是谁 的一个原因 那么继续往上面看 塔身上方的话 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 凸出来的这些很多的盐 叫它密盐 也叫它叠色盐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称它为塔轮 这个塔轮是一个塔层数的代表 你包括你到一个塔跟前 你特别想知道 哎呀这个塔 它是几层的呀 就查塔轮就行 不要查这个塔基 查上边的这个塔轮 那么在每个塔的顶端 也有不同的形状 有些是尖的 有些是平的 形状不同 这些的话 我们称它为塔叉 所以说一个塔呢 它有五个部分堵成 有地宫 安放佛谷之所 有塔基 塔身 塔轮和塔叉 这个塔叉的话 它是根据每个时期 它的建筑风格不一样 所修建的这个塔叉的形状 也是不一样的 谢谢关注 谢谢关注 这是塔的一个结构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几个非常重要的个人塔 哪边 哪边是哪里 河南少林寺吗 对河南少林寺 今天有游客看到没有 对有游客 有游客 河南登峰的松山少林寺风景区 欢迎大家的到来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我们公平免费的赞点一点 马上整点了 咱们大家帮忙点点赞 然后有这个 小星星用小玫瑰花的 咱们公平飘一飘 我们众筹一下 也马上到整点了 这个直播的话 它还是需要一些数据的 就是需要你的点赞数据 需要你的这个 需要你的这个音浪数据 所以大家就帮帮忙 咱们公平点点赞 然后有小星星用小玫瑰花的 我们就众筹一把 咱们一千三百多人 一人一科 一千三百多科 好不好 咱们众筹的力量 众筹的力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乔峰哥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的到来 对整点了 帮小妹我们 不抢小石棒 我们冲一下小石棒 冲一下小石棒 因为这些数据 对于一个主播来说 挺重要的 挺重要的 其实我也挺愿意 给大家一直讲的 但是这个没办法 这是抖音 你在这上面生存的 一个规则 一个规则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 小妹的购物车里边 逛一逛 给大家分享的 有我们河南温县 我们都知道 我们河南交座 温县的山药 是特别好的 铁棍山药 特别好 我们现在在讲解当中 这个是新鲜庄的 新鲜庄的铁棍山药 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 还有一些是制成粉的 就是粉的话 就是吃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 点赞在哪里点 你就照着这个塔 照着这个塔 眼点 你照着这些塔的眼点 眼点 喜欢看你练舞 我不会武术 我要会武术的话 就在家里边给大家练舞了 就不出来这样子直播了 主播是不会功夫的 功夫小妹 因为生在了功夫之乡 所以取了这个名字 取了这个名字 谢谢点赞 照着公平 你就照着这个塔眼点 照着这个塔眼点 谢谢用户247 谢谢送来的爱心 谢谢送来的小星星 那么我们现在看 在我们镜头里边 出现的这个塔 这个塔的话 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所修建的第一座塔 塔林里边呢 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整个塔林只修建了三座塔 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所修建的第一座 少林寺呢 他从始建开始啊 每一代的方丈 都是由皇帝所钦点的 可是呢 这个制度到清朝 康熙年间的时候 这个制度就被毁了 就没有皇帝钦点方丈的 这个制度了 所以在康熙之后呢 少林寺他是没有方丈的 群龙无首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 大概是有三百多年间 没有方丈啊 没有没有这个方丈 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为了少林寺的对外开放 还有一些佛式活动的正常进行 就任命了谁呢 任命了行政 为少林寺的第二十九代方丈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塔的话 就是少林寺的第二十九代方丈 行政方丈的塔 那么行政呢 他是七岁的时候 来到少林寺这个地方出家的 可是他经历的这个时期 是少林寺发展最为困难的一个时期 不仅是在佛教的发展方面 还有当时寺院经济发展状况方面 并且当时这个行政呢 他也是少林寺历史上的一个盲人方丈 就是说他是患有眼疾的啊 就眼睛是看不见的一个盲人 但是这个眼疾呢 也并不是说他当时来的时候 他就患有眼疾 他是天生的 他不是的 他是后来为了保护寺院里边的财产 还有文物 被军阀呢 用炸药炸下了双眼 有了这个眼疾 那么在这最困难的时候 这个少林寺他要正常的运行呀 里边还有很多的僧人要生活呀 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行政方丈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用一头小毛驴啊 在我们松山的山间范莓 用范莓挣来的米呢 来维护整个寺院里边的开支 让整个寺院得以正常的运行 所以有人就说呢 少林寺如果没有行政方丈的话 有可能就出现断代的危险了啊 如果没有行政的话 所以他也被称之为 少林寺发展历史上的中兴之师 那么后来在他元寺之后 他的众多弟子呢 在这里就为他修建了一座塔 这个塔的高度在十米到十五米之间 层数呢 这个就是七层的塔啊 也是塔林里边最高级别的一个塔啊 最高级别的塔 七层的塔 从他的塔颜来查一下 大家能查一下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五层六层七层 是一个七层的塔 并且我们啊 早上好美女 早上好啊 还有一个就是他特别的地方 外边有一圈墙 那么这个墙叫做什么呢 叫做功德墙 只有功德很大的僧人 才会有这样子的墙 在塔林里边大概有四个 并且他外边的话 还有一个功德碑啊 功德碑 第二十九代方丈 行政的 后面不也是七层吗 对后边的也是七层 也是七层啊 在行政塔的正后方 也有一个七层的塔 那么这个塔的话 它是整个塔林里边 级别最高的塔 有人会说 你为啥说级别最高 因为他的话是 说的是他当时 在朝廷当中的一个官职 那么这个塔的主人呢 叫做富裕方丈 富裕方丈 他当时做到了 是忽必烈的国师啊 忽必烈呢 当时他做一个少数民族呢 就进入到了中原 那么中原的老百姓呢 他不愿意被少数民族统治 因为生活习惯呀 还有各个方面思想 文化方面都不相同 不想被一个少数民族统治 所以就经常发生一些起义 一些叛变 一些兵乱啊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大臣向这个 富裕列提出呢 说呢 可以采取啊 以儒至是 以佛至心 那么里边这个儒的话 指的就是儒家思想 佛的话指的就是佛教 所以当时这个富裕列呢 他也采取了大臣们的意见啊 就前后派了四个人 来到当时中原最大的寺院 少林寺做方丈 那么这个富裕是被 啊 富裕列第四个派来的啊 派来的最后一个啊 第四个 到达这里之后 封他为都僧省 人会说啥是都僧省呢 都僧省的话 就相当于今天的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致 来统领全国的佛教徒 并且平时的话 这个富裕列 这个富裕方丈 他是不用朝拜富裕列的 可富裕列的皇妃和王子们 如果要想学习佛法的话 就必须向这个 富裕方丈行礼啊 并且的话 在元祭之后 元祭之后呢 封他为什么 封他为禁国公 禁国公 我给大家说啊 以前只有一些 开国功臣 还有立夏国 赫赫战功的 才会被封为国公 作为一个